这项十四座谈会是在今天上午在省立花莲师范专科学校举行的 有六百多名男女去年参加 教育部文化局长王洪军一条在这项座谈会中发表专题演讲 王局长所讲的题目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再股价问题 王局长说中华文化有悠久的历史 但是要如何光大我们的中华文化 要靠全国民众共同推动 更需要青年门的力量 最好而最有效的力量 就是大家共同实践三民主义 因为三民主义包含了伦理民主科学的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